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Hibi no Koe by Ringar Podcast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一飞 我是Hika 我每周一到五会带来 几则与日本有关轻松有趣的中日双语话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失业了就去卖炸鸡 这个到底原来是全世界通用的吗 那么开始啰 最近数多くの報道によると 東京ではここ2年 唐揚専門店の数が急増しており 10年間で6倍に拡大したといいます 台湾では失業したら チキンカツ屋をやればいい とよく言われていますが それが日本でも通用します 近期有多篇報道都表示 東京近2年来 专门販售炸鸡的店家鸡增 比起10年前 炸鸡店的数量 居然已经翻了6倍 在台湾 常常也会有人说 失业的话就要去开鸡牌店 这个道理难道在日本也通用吗 この2年間のコロナ禍で 多くの人々が仕事を失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一昨年消費税が上がったことから eat-inの値段も上がった上に 今年次から月へと 外れされる緊急事態宣言の関係で 飲食店はお酒の販売も 営業時間も制限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その結果台湾と同じように テイクアウトの市場が勢いに乗って 売上が右肩上がりに伸びています 冷めても美味しい唐揚げが テイクアウトに適しており 持ち帰った後は ビールと共に楽しめます 因爲疫情延燒的這2年 一編配啤酒を慢慢享用 飲食店開業する際に 唐揚げ専門店を選ぶメリット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例えば鶏肉が格安で コストが抑えると低価格に設定できます そして唐揚げ専門店には 飲食店の重要な指標 FLLに最適です FLLとは材料費、人件費、家賃のことです テイクアウトだと 人件費を抑えられるし 広いスペースがなくても 回転できるし 創業者にとって魅力ですね 對於新手創業來說 選擇炸雞店也有許多好處 比如肌肉價格本來就比較低 成本低的話定價也可以跟著壓低 而且炸雞店有著在餐飲業界中 很重要的三個L 分別是材料費、人力費、租金 外帶店不需要大量的人力來招呼客人 也不需要寬敞的空間也可以開店 對於初期創業者來說真的是很大的優勢 以上の理由をまとめてみれば 唐揚げ専門店が急增することが理解できますね 日本だけではなく 韓国にもフライドチキン専門店も増えているみたいで やはり揚げ物の人気は世界中で最強ですね 種種原因看起來 也可以理解為何炸雞店會暴增 而我們也觀察到 不僅是日本 其實連韓國也是有同樣炸雞店激增的現象 果然炸物是不分國界最強的事物啊 這一題真的是 最近蠻常會看到的 因為コロナ的感覺吧 對啊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新聞才有寫 就是我記得我是看到朝日吧 一開始是看到朝日 後來就在搜 然後其他網絡媒體其實有在報 就是 最近東京很多炸雞店 外帶炸雞店 然後就數量是六倍嘛 文章裡面有寫嗎 其實我那時候留學 2017年到18年那個時候 我真的沒有印象 路上有看到什麼 專賣炸雞的專門店 東京嗎 其實我現在 就我很久沒去東京了嘛 我現在回想我去東京的時候也沒有印象耶 對 就是要跟觀眾就是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文章當中 所有的 唐揚雞的翻譯都是翻炸雞 對 但是其實炸雞有微妙不同 對 但是它其實是唐洋雞 唐揚雞 就不 炸雞翻好多種嘛 對 所以我們原文是 唐揚雞 但是中文應該是要翻唐洋雞 所以其實 可是我們又有 是唐洋雞專賣店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們也有提到 韓國的炸雞嗎 就是那個翻譯起來就很煩 就是 對很煩 等一下我們單字再補充好了 對再補充 因為我們剛才有查韓國的炸雞 跟發現很多 讀音 很多講法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在台灣應該大家都講過吧 就是 以後找不到工作 就在那個 老家門口 然後擺一個賢書雞 對 張老師就一直說 他如果正式教室一直考不上 一直考不上 然後他就 就要去賣炸雞 然後可能租一個旗樓 裡面賣炸雞 外面賣飲料店 手搖飲這樣 一組的 反正一定有需求 對啊 不管怎麼樣 炸雞是一定會吃的吧 只要是人類 都需要吃炸雞 對啊 連素食者都喜歡吃炸 炸的 薯肉 炸的各種東西 所以炸物是最強的 你只要有了那個 就餓不死了 然後賣炸雞 然後可能就住一個店面 然後裡面賣炸雞 然後外面賣一間手搖飲 就那種 嗯 沒有牌子 就牌子比較小的那種 小的手搖飲 紅茶冰之類的 嗯嗯嗯嗯 反正一定會有人要買啊 對 有需求 一定有需求 炸雞的需求就是 很 應該很大吧 我覺得每天 感覺都可以看到路上的人 都在買 買炸雞啊 嗯 因為我在 上班的途中 會經過一家 嗯 在志強夜市蠻有名的一個 阿亮香雞排 每天都大排長龍 欸 我都看到裡面的員工都五六個 然後一直在炸 然後一直在備料 然後就想說 哇這一間店 可以養得起五六個員工 然後外面的人 都是要拿號碼牌的那種 就很多人在吃 沒錯 然後 應該也有那種每天要吃炸雞的人 一定有一定有 吃那個很爽欸 我今天 欸 我昨天上班公司才有 才有買欸 很肥欸 對 我有節制 我只吃兩三塊而已 然後就之前不是也有一個新聞 鬧蠻大 就是台大畢業 然後就是去開炸雞店嗎 然後被罵包 對 就說什麼浪費教育資源之類的 這個消息好像真的蠻多的 那你們不是有一張圖嗎 對 一個日本綜藝節目的圖 就是 就是這個現象 其實不是台灣日本 就是韓國一直這樣 就是說 失業之後去賣炸雞 去開炸雞店 我還有去問那個欸 就是 我還有去問我之前日本留學的 韓國的朋友 就跟他求證 他就說他們韓國有會說 欸以後我們來賣炸雞好了 就是那種 比較絕望的那種開玩笑 然後 這是有一個新聞報導 有一張出一張圖 叫做標題叫做 韓國年輕人的將來 然後他就從那個 國小國中高中開始分 就是如果你高中是讀 理工科跟文科 就開始分了 對 我想一下要怎麼講 如果你是文組 然後你要嘛 你最好的發展 就是CEO或是作家 然後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CEO或是作家的話 你就是第一個不是餓死 就是去開炸雞店 對 好然後如果你是理組 你就會分成 就是工學系或者是自然學系 然後如果你是選自然學系 你就直接餓死 然後如果你是去念那種工程系 工學系 你要嘛不是過勞死 要嘛就是去開炸雞店 反正所有的結尾都有開炸雞店 反正你的末路啦 末路 你不是餓死 就是過勞死 就是開炸雞店啊 你就只有這三條路而已 不管理組文組 很好笑 可是這真的是比較誇張的講法啦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也是一樣啊 你不是 對啊 你不是 當工程師就是去賣炸雞店啊 對不對 是啊是啊 嗯 就 其實這個 他說炸雞店變多這件事 其實不只是 就是因為疫情大家外帶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講法是 就是 呃職業婦女變多 然後 我剛剛就是在找這個 嗯職業婦女變多 然後 可以 就是每天在家裡 做主餐 做料理的女性變少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比較麻煩的 東西會外包 對 就比如說 要炸的啊 又什麼比較 比較難料理的主食 然後可能就會買現成的 因為像炸雞 你要炸的話 就是比較大量 對 可是現在小孩子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在家炸炸雞 就很不合 而且很耗油欸 就是會太多 對太耗油 所以 然後再加上女性都出去工作 嗯 下班也是很累 對啊 乾脆也是用外帶的 嗯 包幾樣 然後自己煮幾樣 這個很合理欸 就像在台灣傳統市場裡面 不是有那種收拾店嗎 對啊對啊 然後就會賣那種比較 工夫菜一點的 蹄膀啊 什麼 蒸魚啊 這種就是不會在家做的 就是在家做不會比你 買外面還便宜 對 而且除了你好油之外 好時間啊 對 好時間好油 而且炸雞 日本不是有 會幫小孩子帶便當嗎 對啊 直接買那個現成炸雞 然後就主食有沒有 直接有 你哪有一大早在那邊做便當 還在那邊給你炸炸雞啊 欸 真的有家庭主婦會欸 我有follow幾個IG帳號 可是他們那個就是 正統的嗎 就是他們可能覺得 那就是家庭主婦 才有辦法做 他可能覺得那是他的正職吧 這是他的責任之類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 就還是有工作啊 對啊 哪有那個時間那邊炸炸雞啊 然後反正我們其實原本今天寫這一篇啊 除了就是因為看到這一篇新聞 就是說炸雞店變很多 然後其實我們原本是想要寫說 炸雞跟湯陽雞 就是日式炸雞 跟台式炸雞的差別是哪裡 台式炸雞是指那個鹹酥雞嗎 對不對 那種炸的那個麵衣 比較有一個一球一球的小顆粒的感覺 嗯嗯嗯嗯 我不知道聽眾這樣子聽 有沒有有沒有Gate到 就是那個皮跟那個湯陽雞是不一樣 湯陽雞感覺就是皮比較平滑的感覺 然後比較硬 對 然後冷了之後也很脆 嗯 可是台灣的鹹酥雞冷了之後 可能就沒有一開始那麼酥的感覺 就感覺不好吃 對就感覺不好吃 嫩嫩 對嫩嫩 對濕濕的感覺 會因為蒸氣 然後它的美味就減少了 可是湯陽雞感覺好像就是冷的蠻合力的 嗯 所以說那個 湯陽雞跟炸雞的差別到底差在哪 對我們看到有一個 未來日本台這邊做了一個小小的片段 嗯 就有一個炸雞的 老闆 專門店的老闆說 就是在肉上面調味的是湯陽雞 嗯 然後在麵衣上面調味的是 弗萊豆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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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一般的美式炸雞的 的意思 就肯德雞賣的那一種 對 還是麥當勞那種 應該也 可能雞跟麥當勞應該是賣一樣 一樣類型的 嗯 就是那種 比較美式的 然後湯陽雞感覺就是 居酒屋 會出現的 或是那種日式料理會出現的 嗯 就是美式炸雞 湯陽雞 跟台式炸雞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對 然後像是其實很多網站 每一層寫的都會有稍微的不一樣 對 像我現在開了一個比較台式炸雞 跟日式炸雞的網頁 對 它寫的就跟這個老闆講的又不一樣 對 所以就是有煙沒煙跟那個皮 跟那個麵衣要怎麼調味 其實是每個流派都會有不一樣的說法 反正我覺得大家用那個啊 它的外型去判斷吧 對 就是看起來有點皺皺的嗎 嗯 皺皺的 一球一球的感覺的 嗯 就是炸雞 就是一般美式 麥當勞跟肯德基 或是鹹酥雞也是這樣 鹹酥雞 台式是台式的吧 台式是不一樣的 台式也是那種 外皮會QQ 然後就是一球一球 不整齊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湯陽雞就是外皮比較 薄一點 沒有 光滑一點 對 就比較硬一點的感覺 嘿 哇 真真是微妙普通 炸雞的世界博大景深 真的 反正不管是哪一種炸雞都是好雞 那你要跟聽眾分享一下我們剛才查的那個韓式炸雞嗎 韓式炸雞怎麼樣 韓式炸雞的念法超怪的 哦 就是韓式炸雞它的日文 其實可以直接說韓國飼肌 就是最一般的講法 就是韓國飼肌 就跟我們台灣在講說 韓式炸雞這樣 就有醬的那種 就說我們去吃韓式炸雞 那他們其實念起來超怪 他們除了韓國飼肌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更常講的叫做 ヤンヨムチキン 就是韓文耶 韓文 就是我聽到就問號問號 我真的跑出來 很難理解 是你去日本的時候他們會說要去吃 ヤンヨムチキン 還有吃韓國烤肉 韓國烤肉不就是韓國焼肉就好了嗎 對對對韓國烤肉 可是不是哦 他們日本人會說他們要去吃 サムギョムサル 你在一起我沒辦法複製 你在一起 サムギョムサル サムギョンプサル 有一個プ 是韓國烤肉 很問號 他們什麼動物的名字 他就是韓文當中的烤肉 可是如果是我們外國人要去吃韓國烤肉的時候 對 我們就會說我們要去吃韓式烤肉 然後日本人就會直接把韓文搬過來當日文用 他們韓國跟日本明明關係不太好 但是其實他們超多字都很相似的耶 就是很多韓國的字其實念起來跟日文很像 然後 不是這是韓文 韓文的外來語 對 然後就直接變日本的字 所以他們兩個根本就是關係密切緊密 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吧 對啦 還有之前不是有一個韓劇很有名 叫做什麼黎泰院 クラス 這樣 很有名啊 你知道日文怎麼念嗎 對 是不是會想說黎泰院 他們日文的title也是寫漢字的黎泰院 然後クラス 片假名這樣 然後想說那黎泰院可能就是 印度 印度吧 什麼黎泰院之類的 對對對 不是他們是直接把黎泰院 這三個字的韓文的發音直接搬在那個 漢字的上面這樣寫 叫做 伊天翁 クラス 伊天翁 伊天翁就很韓耶 伊天翁クラス這樣耶 就等於像我們台灣人 不說黎泰院クラス 我們是說伊天翁 教室 這樣 誰記得什麼伊天翁啊 伊天翁教室 你今天有看那個伊天翁教室嗎 有違和感耶 他超怪的 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可是日本人他們就很 很習慣 很習慣這樣子耶 因為他們發音都超標準的感覺 你們覺得嗎 這沒有那個外國人講 講那個字的音的感覺 就很 很日 很韓 很日的韓 反正他們很多字發音很像 對他們寫片假名直接翻 發音也不會很怪 對 好啦 其實跟大家 就是稍微閒聊一下這一片 就是 其實我們有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雖然日本說 外帶炸雞店變很多 但它的加速就是幾百家而已 對我們這邊看的表是六百家 六百多家 六百家還蠻多 就東京啊 光東京這個區域 可是韓國的炸雞店是爆炸多耶 對我們看一個韓國Youtuber說 叫做魏酸人 然後他就有介紹韓國的炸雞店 光全韓國的炸雞店就有八萬多間 嗯 雖然現在這樣比有點奇怪 因為這個六百多是東京而已 對 可是東京一定是可能要有一萬吧 嗯 然後其他可能五萬散落在全日本各說不是耶 那東京也幾百耶 幾百跟那個最後的八萬多的差距很大 很大很大 所以就是韓國人好像真的不要多炸雞店 我這學期有修幾個韓國老師開的課 然後這週剛好老師就有講到炸雞配啤酒這件事 所以是韓國人就很愛吃炸雞是不是 不然就很愛吃喔 沒有好像就是那個韓戰之後美軍帶過來的文化嗎 就是把啤酒跟那個炸雞帶來 然後那時候韓國人都很窮啊 然後當然有雞就是雞肉是個很便宜的食材 你雞比較好養吧 跟牛比起來 然後當時的啤酒的話就是 是因為美國來的嘛 進口 就是比較貴 然後不普遍 高級品 對然後所以在當時的年輕人當中 喝啤酒就是一件很潮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喝一個比較貴的啤酒 配一個比較便宜的炸雞這樣 很爽 對很配這樣 可是從70年代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有這種文化炸雞配啤酒 我知道那個麥當勞有 欸肯德基有進駐嗎 有進駐韓國 好像我剛剛那個人說198年 198年 其實差不多時期 對 然後他們就自己研發出了一個 韓國人的口味 辣辣的 然後 不是我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在高雄吃的那幾間韓國連鎖店 我都覺得好貴 然後又很膩欸 我也覺得偏甜對不對 對太甜了 不知道韓國那邊的口味是怎麼樣 不知道正不正宗 可是那些店都是韓國開過來的 可是 感覺會配合台灣人口味調味吧 裡面最好吃的就是那個煙黃瓜而已 那煙黃瓜是好好吃喔 我整個人迷上 我是覺得太甜了 喔 我比較喜歡偏鹹的口味 你喜歡吃台式口味嗎 對 好爽 好像吃天使雞排 沒有 台式口味就偏甜啊 對啦 可是 我就喜歡吃甜甜的食物 我是南部人 螞蟻人 沒錯 所以我在台南過得很快樂 嗯嗯嗯 這幾天蠻常去台南的 有 我有看到 對啊 妳是住了一陣子 對啊 我知道 我過兩 一兩個禮拜會去那邊住幾天這樣 嗯 然後就是在那邊吃那個食物 我就覺得哇好快樂好甜喔 可是張老師不行欸 張老師說他覺得他最近就是一直吃台南的食物 然後他喉嚨都有一個 有個感覺 發炎的感覺 不是發炎 他就是感覺喝了太多甜食跟糖 糖的感覺 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卡在喉嚨的感覺 他很難形容 嗯 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吃糖會身體會發炎 沒關係啦 對 快樂就好了 對快樂就好 不要吃太多啦 你不吃糖 你發炎的是你的心靈 對 沒有錯 吃炸雞是可以解那個心靈的發炎的 沒有錯 沒錯 好啦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閒聊一下這一篇的單字好了 嗯 那這一篇講到炸雞 那我們就來跟聽眾來補充一下 關於炸雞的相關單字 嗯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 就是 美吃炸雞 麥當勞肯德基的那種炸雞 皺皺的 對皺皺的 嗯 然後主要調味是面衣在調味 嗯 嗯嗯 那個老闆說的 那個老闆說的 對 那個老闆說的 好那下一個是 烤雞 烤雞 然後就是 唐陽雞 就是那個拉麵店三塊會賣你一百塊的 好貴 嗯 比較貴 比較硬 對 然後主要調味是調味在肌肉本身 煙 煙 製肌肉 對 嗯 剛才那個節目其實有講到說 那個雞肉你醃完 就是不會拿去冰箱冰嗎 嗯 你要放到常溫 再下去炸 才炸的熟 是一個冷知識 不知道捏 對啊 可是我覺得應該有欸 就是你很冷的時候下去炸 它裡面不會熟啊 嗯 就跟你還沒解凍的肉直接下去煎 對 一樣的道理 是個小知識嗎 算吧 炸雞醃完之後要等它退冰再炸 變常溫的再開始炸 才會比較好吃 而且那老闆有強調說你那個 要沾麵衣的時候一定是 你那個油已經滾好了 已經是要炸了 嗯 再去裹麵衣 然後直接要炸 不要讓裹完麵衣的肉放在那裡 哦 因為它這樣就不新鮮了 它就說那個雞肉會吸水 然後那個 粉會吸 粉會吸那個水 好像是這樣 哦 真是 吸那個肉裡面的水吧 雞汁 對雞汁 所以如果你 你先裹了粉放在旁邊 它就會比較不柴 也許 的感覺 好小 跟大家分享小知識 那我們再分享下一個單字哦 哈哈 好下一個單字的話 就是韓式炸雞 然後有兩個講法 一個就很直覺 韓國チキン 韓國チキン 就是台灣人的邏輯 邏輯對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剛剛說的 日本人莫名其妙都記得 煮的韓國的發音 嗯 ヤンニョムチキン ヤンニョムチキン ヤンニョム 對 ヤンニョムチキン 好沒關係我等一下就忘了 我等一下也會忘了 真的真的 這很難背耶 這就是另外一種語言啊 ヤンニョム 不知道啊 日本人就記得住啊 就已經變日文啊 可以理解啦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應該也會記得住 這是日常會用的 某一個字這樣子 好 然後下一個單字呢 下一個字的話就是 剛剛說的韓國烤肉 莫名其妙日本人都記得住的 嗯 サムギョムサル サムギョムサル サムギョンプサ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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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個奇妙的片假民族在一起的 就是 如果你是日文初學者 你看到這個你念不出來 而且你念得出來你也記不住 對 我跟你說啊 我這個字至少背了過三次了 我還是記不起來 記不起來等一下就忘了 下一集有人問我說 韓國烤肉怎麼講 我不知道 我猜一下 對我猜一下 還是會忘記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在日本吃 就是 那些韓國美食的話 你 他們就不會說 我要去吃韓國的焼肉 這個是 就比較不吵 就是你太落後的那種 老人在講了 老人在講了 如果你比較吵一點 年輕人的話就會說 サムギョンプサル 好 題外話 題外話 就是 很多住在日本的台灣人啊 就是人家問說 你在日本你覺得最好吃的是什麼 大部分人都不會回答是日本料理 你知道這件事嗎 會回答什麼 印度咖哩之類的 真假啊 那邊不是超多咖哩店嗎 日本 好像有耶 很多那個寧多爾人開的假印度人 假印度人 你跟我說過 很好吃喔 真的很 就是人家就說 在日本最好吃的東西 不是日本料理 是印度咖哩 或是 我私心很愛日本的中華料理 很好吃 就是它已經不是中華了 對 它已經是日本流派的 對 一個食物 日本人想像當中的中華料理 像那個 在台灣跟中國都找不到的那種 天津飯啊 天津飯 像是我跟竹竹 欸我跟張老師第一次吃天津飯 就是在那個 餃子的王匠嗎 嗯嗯嗯 而且你不覺得餃子的王匠的餃子 根本就不好吃 它的中式料理才比較好吃 哈哈 是不是 我跟你講餃子也是中式料理啊 餃子的王匠的餃子 根本就是 什麼鬼東西 對 滿問好的 對啊滿問好的 但是它的中式料理就是 不錯不錯 嗯 但是我也覺得甜甜的欸 不會嗎 可能在台灣又有在改良味道 也是有可能 對 或者是他們想像中的中華料理 就是一個勾芡啊 對 甜甜的啦 很好吃欸 一個迷幻的食物 我記得我吃一個很像 廣東的嗎 廣東 有一種麵 脆麵嗎 脆麵對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我會說什麼嗎 然後上面會 也是用那個勾芡的醬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海鮮啊 一些菜菜 對對對 很好吃欸 我每次必點 我在台灣沒吃過欸 你在哪裡吃過的 也是在 也是在日本嗎 餃子的王醬啊 餃子的王醬啊 餃子的王醬我賣這個嗎 好像有欸 對反正我就熱愛 日本的中華料理 可是在台灣有點難吃到 很難找到 對沒有沒有這種東西 不是中華料理 是日本的中華料理 沒錯沒錯 而且他們的那個裝潢都超 China的 超China 我就愛啊 紅色然後什麼的 你連這洞生都會弄一個 中華的餐廳 中式餐廳 我家洞生的家的二樓 弄成一個中華料理餐廳 原來不是 哈哈哈哈 我們兩個對 聽眾如果有在聽 應該都知道 我們最近沉迷於 洞生有會 四個一年 嗯 好啦那我們再重頭 念一次我們今天的單字好了 好那第一個 那第一個 fried chicken フライド!Ch intimidating 美式炸雞 唐揚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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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嘴巴闭起来的感觉 咱们凶不甩 好很像 好 外语 可是不是 它变片假名就是日语 日语的 韩国来的外来语 我真的有障碍 我也有障碍 我跟你说明天我就忘了 咱们凶不甩 好 OK 那我们其实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